台北有民众单车没上锁被偷走 无奈单车没有车牌 要找的话就像是大海捞针一般 但警方最后透过一张履历 成功抓到偷车的女贼 原来她在偷车前 曾经有到复电的长照中心应征护工 出来之后偷了单车要去搭捷运 而这名女贼也公称 她的机车还有单车也曾经被人给偷走 才会想要如把炮制 悠悠在带路上骑单车 但妇人骑的不是自己的车 是顺手牵羊偷来的 看准路边单车没上锁 竟然下手心切 会啦 因为被偷拿的也很多 没锁嘛 那这个就我觉得很难讲 有的人会觉得他没有主人嘛 当时被害人把车停在台北市市林 一所国中附近 发现车被偷马上报警 不过单车没车牌 要找简直大海捞针 最后警方竟然靠着一张履历带到人 行线锁定一名张姓名姓患贤 经通知盗案说明坦诚不会 原来富人偷车前搭捷运 走了30分钟到长昭中心应征工作 结束后临时起歹念 偷走路边单车 再搭捷运回新北市板桥住家 明明证据确凿 他还一度不承认 眼看躲不过才公称 是因为自己机车和单车 也被同样说法透过三次 是停捷运捷运的那边 那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把他那个锁头 把他就是整个拔掉 有的是贯切习惯 车没锁被偷走 爱车变成共享单车 富人却把自己惨通经验施加于人 这下处法回不当初 记者梁家伟林娇贤 台北采访报导